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國光幫忙 還有倫理嗎 現在的新人 都愛說大哥壞話 各行各業 對大哥們的 怎麼可能 一個杯子靠在底部 就是說 資深前輩 搶盡花招百出 控訴對象 我怎麼說 等一下 控訴人 講出來 三豬 歡迎你們工程 為什麼你們兩個 氣氛是不是太好 對 你說走那個台哥來一個馬哥 抽頭到尾都這樣 誰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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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偷懶就偷懶 狡猾 小心眼 偷懶 失利 賣歌 賣歌都講出來了 錄到一半他睡覺 大家都聽到 那個真的是節目笑話 然後郭哥就叫他嘛 就 侯兵兵是不是睡覺 你還要講多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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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哥比較難聊一點 我們不太敢跟居哥聊吧 風哥咧 我們不太敢講喔 這樣講... 對啊 我之前被拜了好幾次啊 有嗎 有被拜過嗎 對 一直 剛才誰說的居哥很難聊 居哥很難聊 居哥很難聊 沒有...不用難聊 不用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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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國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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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大家好 10個 各位 還有倫理嗎 現在演藝圈的新人 都很愛講大哥的壞話 沒有問題的 沒有...這一集 不是講好話嗎 因為製作單位跟我講說 這是一個 是 我只是有一個時候 做一些那什麼吐槽啊 什麼這些 沒有意思 觀眾看膩了 是... 想說今天呢就是好好的 謝謝前輩的一個感恩晚會 等一下還要切蛋糕什麼的 沒有... 還有一個... 那感恩這些新人 是這樣子嗎 製作人 講的不一樣 是感恩的吧 感恩 因為我們剛剛講前輩 跟後進嘛 是不是 不敢... 各位兩位現在也算前輩 而且大前輩跟小前輩 我會不會做錯位子 你不會啊 沒有... 沒有... 我們這要連東西 四十幾歲了 我年輕的 還要裝藥 那請問... 請問兩位 覺得自己是不是一個 稱職的前輩 稱職我覺得可以 前輩那不敢當 你看我耳環都戴上了 多厚費啊 這是一種年輕人的草款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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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你稱職嘛 對於照顧這些新進人員 你怎麼樣的一個... 不謙虛的講好不好 是... 對... 你是揍他們的時候 但是我是 倒不是恨也不承擔 因為他們有些人 對... 那馬力歐你覺得呢 我還沒有什麼資格去提醒他們 因為我自己本身能力也不足 要不然我怎麼會到今天這個下場 不要這樣... 對...所以... 你這樣講這個下場 好我下場... 可是不是太... 不是... 所以我覺得我不會... 可以坐在這邊 我應該跟他們坐... 我們跟他們是平起平坐 那你怎麼跟他們相處 就巴結他們啊 對不對 對啊 他們現在是... 他們現在的知名度比我們好 通告比我們多 所以我還希望他們能夠多照顧 但是雖然人家是心靜的 你也不要把人家講成好像... 對不對 什麼巴結他們 你們有這麼壞嗎 壞 對... 對 主經前輩 待會兒這一集一錄完的時候 你們是休息一下 我自己就要處理 弄一下 看了這麼多的前輩 你們覺得什麼樣的前輩 你們心服口服 覺得他是一個很... 很好的前輩 像我覺得 台哥就是一個很棒的前輩 他就是真的是 不吝嗇提醒我們 因為像我們以前一起演短劇的時候 台哥他自己就是看完腳本 他就會走過來問說 你等一下演什麼 他就會關心你演什麼之外 他會說你演一次給我看 那演完之後他就會說 不對 我覺得你應該這邊要加什麼 那邊要加什麼 結果他會把我教導成 他覺得最好的樣子 這說真的 台哥真的就是一個 前輩很好的榜樣 因為就是私底下 台哥就是都會教導我們一些 就是大道理 或者是你 等這個錄完 你哪邊做不好 他會跟你說 而且他還會就是 就是很關心你的那個經濟狀況 例如說我剛出發 你怎麼都沒有 快去問我的經濟狀況 我看西門廳去多樓 我告訴你 都多在肯德基二樓 你怎麼知道我 你怎麼知道我常去西門廳 我常常看到你 沒有就是他會說 就是知道我們新人 就是剛出來可能就是很少錢 就一個月可能才幾千塊 他說沒關係 下次就是 我們帶他去吃飯的時候 你就跟著一起出來吃飯 就是可以節省那個錢 我就覺得很感動 而且台哥都吃很好 他就是很照顧我們這些後備 單純繳獲獲歷史 對啊 用這一招就對了 都有經驗 都有經驗的人 大哥你覺得什麼樣的前輩好 像他不會去把你的光芒蓋住 就是他不會說 因為你有他沒有的東西 他就故意把你壓著 那不讓你表演 有這種人嗎 我是還沒有遇到 我遇到的都 像台哥就是非常慷慨的人 就是你有他沒有的東西 他就會讓你發揮 我剛剛說 對 他就覺得 他會睡覺 對 突然離 而且他現在非常厲害到什麼地方 就是你的後備 有他沒有東西 你就盡量去吧 我不會把你壓著 你有的他沒有 我會跳舞 他不會嘛 之類的 就是我會有他的才藝 然後他就是你就去去 去到後面 我們大家發揮發揮 他自己節目沒的都沒有關係 就這樣 你不要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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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是在包嘛 我是在包 我請你的看 稍微注意用你的寫詞 好不好 就程度上好不好 結果暫時沒有了 暫時 暫時是不是這樣 暫時 那可以 休息是不是要多更長遠 是不是 馬哥他非常的有親和力 就是每次錄完影之後 他還會主動邀我們說 要不要去吃熱唱 那我人緣差 沒有辦法 你們都不約我啊 沒有... 可是馬哥你還特地約我們 然後還吃熱唱的時候 還說 盡量點沒有關係 然後這餐我付錢 你誤會了 就是很好 你說我說盡量點 那次是你約我去吃的 我以為是你要買單 結果我半天 你神經病 他專門不買單的 你幹什麼 沒有... 有啦... 後來... 後來我有買 後來有一次我真的買了 然後我買完之後 隔天錄影 馬哥就把我叫過去 他說昨天你幹嘛付 他硬要把錢塞給我 結果你還是收了 塞給你了沒有 他塞給我了 你收不收 你沒收 我... 我拒絕了幾次就收了 我拒絕了幾 對 真的嗎 對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一翔 昨天這個金錢我今天會買單 幹什麼 一翔 是不是這樣 一翔 一翔 就是這個意思 對... 三次以上 三次有三次嗎 有三次 有到三次 所以我就覺得馬哥真的是很照顧新人 是喔 是 你覺得呢 什麼 我覺得幽默的前輩 幽默 只要是幽默的前輩都值得尊敬 幽默是唯一一個沒有教科書的學問 他需要透過學識的累積跟時間的傳承 才可以慢慢一點一滴的累積成精華 講得好 誰呢 而且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高的門檻 至今沒有人敢站在那邊說 我就世界上最幽默的人 沒有人敢這樣做 像在場的朱衛喔 我告訴各位 沒有人 都符合幽默的這個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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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榮幸 是 什麼榮幸 什麼榮幸 好 其實呢 今天呢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接下來才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吃蛋糕什麼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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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國瓜K函 將揭曉哪些晚輩們 在私底下 都說些什麼話 來罵他們最敬佩的大哥 來自各行各業 對大哥們的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大哥這麼慢還有控制 今天現在很重要 我們一個一個來好不好 阿姨 阿姨什麼 什麼 嚇死 一個杯子靠在底部 就是 就是說 各位大哥很 靠北啊 什麼 膠帶 白色膠帶 為什麼呢 就是要大哥給阿姨一個膠帶 好 翻證機翻證 對 酸 好 來... 來 國光黑涵 第一者 控訴 好 哪有 哪有 資深前輩 毫無職業道德 搶盡花招擺出 搶盡頭 搶盡 盡聲大哥之後呢 開始 散自加戲 還不准別人說不好 被控訴對象 瑪莉歐你怎麼說 我怎麼說 我怎麼說 第一下 對啊 不應該這樣 搶鏡 搶鏡頭花招擺出 不應該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偏鏡頭 這樣幹嘛呢 不是異議嘛 不是這個怎麼會 怎麼會有這樣控訴 我不可能這樣子的 劇本怎麼給我 我就怎麼演啊 對啊 而且我也不會去搶人家 散自加戲 不對啦 散自加戲 不准別人說不好 馬哥 你先不要生氣 你一生氣就沒有道理 那散自加戲 那有時候感情 那種感覺來了 就會加一點東西 我們不可能說 原封不動的這樣演嘛 不是這樣 我提出來一點 是是是 我以前還在封神的時候 有一集 我很記得 我在前面演戲 他一個人坐在後面 對 這邊也有戲 然後就演演演 不然我就過去 你為什麼會滾 你才滾 可是是你教的耶 是我教的嗎 你說我們在後面 你說我們在後面 我們沒有感覺 我們沒有戲 然後他說 你們都不會融入全部團體的表演 沒有帶到你 你也是要演 然後我們就 他還叫我們說要指指點點 就是沒有我們的戲 我們在後面 我們在後面 指指點點 就指一個下午 這都...老師啊 這都你教的耶 我聽到嗎 對啊 我有叫你指那麼久嗎 我指著指著就下去嘛 你應該每天吃一根香蕉囉 差不多 一天都吃一斤香蕉 控訴人 有兩位 有兩位 兩個人 好 沒關係 講出來 山豬 好 山豬 還有一個 他要跳出來 憶翔 阿哥 阿哥 是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 你叫憶翔是不是 叫憶翔是不是 好 山豬 OK 好 繼續錄影 繼續錄影 OK 來 被記起來 搶盡花招白術誰講 我沒有講這種話吧 沒關係 那誰講的 因為馬哥他其實沒有搶盡花招 他就是演他該演的戲嘛 是喔 對啊 那我們還是會 還是會演得到啊 而且像我之前蛋黃哥 對不對 那個影片會好 也是因為他過來打我 不然我演完也是白演啊 是不是 可是我都是聽他講的耶 蛤 所以你說我 真的啊 我沒有講 我是轉出卡古 戰字加戲 不准人家說不好是誰講 對啊 這個你這個太誇張了 我跟你講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世系的時候 就是要先蕊過 所以說看這個東西可不可以過 是 但是馬哥他常常有很多的想法 那很多的想法他會把它想要加進去 可是偏偏製作人又覺得這個沒有辦法播出 所以說這個時候就有一個衝突的狀況 對不對 我們一定有提供意見 說這個能不能用 如果說不好 那我們就不好 我們都 邰哥在的時候我們也是這樣 老師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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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扯到我 我都離開節目很久了 那邰哥他確實會加戲 對 然後邰哥加完之後 他就忘了他有加這一段 然後就等於說彩排有這一段 然後甚至演出可能會忘記 可是邰哥都加得很精準 對 邰哥加得很精準 所以馬哥講 我們加得很小 對 這個就不是我 要他們一定要這樣講 他加得精準 精準嗎 還精準嗎 怎麼會加完這麼精準的戲對不對 那忘記了呢 忘記了 我都記得的話 那你問他好像還裝不裝別的東西 你這樣就這樣 楊施達聊天之餘 驚爆了山豬與逸祥的秘密 揭露出他們對大哥的怒火 我發現你們的工程 為什麼你們兩個的氣氛是不是 熟了一個邰哥 還有一個馬哥 對 馬哥是不是比較想說 一直都給你機會 馬哥給我們機會 他這種話 他講得出來 他每次演他就這樣 對 然後把鏡頭擋住 他眼都不擋 然後多一點打人 他現在都這樣 王朗 打頭正 我覺得他有發自內心喔 真的嗎 有的時候真的讓我覺得這樣 馬哥到底你們教你們一些什麼 他有時候會覺得 他然後跟製作人說 我要加什麼 加什麼 但結果我們在旁邊聽就覺得 這戲不對 原本他想了一個蠻好笑的 就是那個講法 接起來會是很醜的 馬哥的 假的 後來結果 結果就沒有中 就人場 我就在台下看了 好慘 就人場 他台上神經病就算了 他台下也是個神經病 你知道嗎 講一些五四三 黑的 黑的 那他私底教練 馬哥 算不大吧 對不起 我會選 會選 你們基本吃熱 對 只能吃這樣喔 不要頂太多了 山豬逸祥 你們能說的壞話都說盡了 我看你們該怎麼解釋 好壞喔 還說 雙面人 雙面人 身打四這樣子 他不是都套話了 不是喔 原本 原本是安排我去套話 對 你一定要講 完全不用套 不用套 轉來就開始講 在門口就開始講對不對 我跟你講算了算了 今天豁出去了 你最小氣 我最小氣 你都請我們吃那一百塊熱炒 對 你為什麼不請好一點呢 我們真的要點說我要這個鳳梨蝦熊 你就看他眉頭一揍 對 那我點七 鳳梨蝦熊剛剛已經點過了 還點幹什麼 不是 鳳梨蝦熊一百五 就點幾盤這樣子 小氣 這種話你們都講得出來 好 而且我只被馬哥請過一次而已 他剛剛就是 誰在那邊這樣強勁 他有這樣強勁 有 馬哥就是 他在台上跟台下都一樣 然後 然後 明明我們在講話 那都靠過去 就找不到盡頭 然後我們就必須得 好 朱仲他的前輩就這樣 讓開 對 這就不應該啦 你知道嗎 我就是這樣 你就是要安慰我才會這樣 我也安慰你一下 不要這樣對新人 邰哥你走了之後 你走了之後 我走了之後我還在 你離開 你離開之後 你好像 怎麼要上香了 我的 沒有 邰哥你離開這個節目之後 馬哥真的是 話說真的講了 對不起 先咬一下 先不要錄 你說 走了一個邰哥 來一個馬哥 從頭到尾都站 什麼叫懶 哪一個 我起承這裡開始站 不是馬哥 以後不要叫馬哥了 以後不要叫馬哥 叫小歐馬 馬六我跟你說 馬六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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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封住 可以走啊 你聽他們講話現在吸引 好 來 下一封 唉唷 明明沒有戀愛的經驗 卻自以為愛情導師到處傳教 我戀愛經驗很多 馬哥有可能 自以為有健身就會長肌肉 身材不好還硬秀秀 還有 你這樣 直接先看 究竟邰哥的頭號女弟子 謝潔玲 又會如何口出狂語呢 我覺得邰哥 就是他是一個 很專情的宅男 就是他就是會跟你探討 就是你的感情事件 但是殊不知其他就是 戀愛經驗沒有多少 他每次跟我對謝 他都看我額頭 所以我懷疑他可能就是一個 你知道就是那種感情 沒有很豐富的小宅男 看到女生會害羞的那種 真的 不然他為什麼都要盯著我的額頭 他為什麼看著我的眼睛 棒次 邰哥看哪裡 是你說的算嗎 他一天到晚都會約我們去健身 可是你也知道我們通告這麼多 又不像邰哥 可是壓力有點大 所以邰哥通告比較少 邰哥的通告比較少 你就很忙的人 怎麼可能因為大人健身 因為邰哥很喜歡這樣子 你看我的腹肌出來了 所以是真的有腹肌嗎 沒有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要給老人家 一些就是精神上的鼓勵 他才會繼續健身下去 所以我們就會說 邰哥 你好瘦 但是就是也還好 謝潔玲露出真面目了吧 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 我想都不敢想 邰哥 我是做效果的 真的 那天就是 這個我相信他還是做效果 邰哥真的瘦 現場檢驗一下 我是瘦了一點 瘦了 臉都尖了 尖了 現在是瓜子臉 可以 我以前都還講我 我以為嚇一跳 我以為你是驚笑時候的樣子 以前是胖 但是我現在是整個 我現在整個精實 對... 我體重沒有變 可是我體脂下了五個人 你這個彷彿就在你當年 在關校的時候的身上 差不多關校 我記出來 為什麼不敢看他眼睛 不是 他這個是一個戒視線 不要那麼演戲 有時候眼睛眼神對到會擾亂的 真的 所以我就教他們 我說你看額頭的中間 這個地方 但是你在鏡頭拍攝的時候 感覺是看他眼睛 然後你這個時候也不會因為 對方笑笑幹嘛 恍神了 是不是 那戲也會到 我跟你講不錯 邰哥很好 像我們驅客為了錄戲 你跟人家打 舌頭伸出來 真的 你們可以接受嗎 好想錄戲 好想錄戲 好想錄戲還不錯 金鐘劇 我好喜歡金鐘劇 來 控訴 台面上看似和新生代藝人很好 私底下根本沒人想復約 聯合孫鹏 欺負演藝圈新人 快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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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過分啊 尷尬爆天 到底是誰敢這樣說康哥呢 那是康哥的局 那一天就剛好有一個 就是直播 康哥那個就晚一點的倒水 就晚一點的倒水 晚一點的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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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你來一個 來一個主持人 比較不好講 雞哥比較難聊一點 我們不太想跟雞哥聊話 但康哥可能會打哈哈一下 對 然後康哥就會打我們 那彭哥咧 彭哥就是 很常人 所以就很常人 主要是主張康哥這一個 康哥 康哥手好 他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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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豬 雞塊可以亂吃 話不可亂說 這次我看你 能活著走出攝影棚 都是問題囉 這個TOO MAN很厲害 你不要跟他講 你最近心臟恢復得很好 對啊 OK的 這真是有點危險 來... 來... 你來... 一次罵三個 兩個都下來 真的很有種耶你們 你們真的很厲害 講了邰哥又講 來 彭哥談人在哪裡 彭哥就是因為我 為什麼他們下來要摸屁股啊 不要好好講 他們下來要摸屁股 講給觀眾聽我是無所謂啦 我再一步 我也無所謂你講吧 對啊 這樣... 對啊 我之前來上的時候 也是被拜了好幾次啊 有嗎 有啊 有被拜過嗎 不是 沒有嗎 有被拜過的舉手 等一下等一下 我還被脫褲子 不是在脫褲子 然後我原本都以為啊 大家會這樣裝一下嘛 他那個已經插進去 大概有一截了 那已經... 我又不是在... 關閃 關閃 對不對 對 然後前面也有遭殃過 上次穿緊身衣 然後... 哪一次 就真的在那邊播出 昨天播出那個新的 就是你對觀眾不禮貌 對 不好好表演想到什麼事 回去真的有腫耶 不能再亂打了啦 就是... 你都跟我... 你都跟我打哈哈是不是 沒有跟你打哈哈 我是說... 我是說... 我約你吃飯你完全到... 可是兩次都... 對 還有一次說不來 很好大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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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我跟你講 我喜歡男生 我沒有問題了 沒有 康哥這個我真的要解釋一下 沒有 我剛剛... 我這樣打你就是為了 掩護他過來說 其實我... 我OK的 我OK... 我是真的很想吃 從現在開始每天請我吃飯 好 請康哥吃飯OK 陪著我好不好 等一下還有... 還有剛剛誰說康哥很難聊 就是他... 為什麼都是撿我的 他也講很多耶 沒有 我沒有講 你過來... 康哥... 沒有...不用難聊就不用聊了 沒有... 對不起... 好 回去... 他也有歉意 他也有歉意 兩個都滾 不是 康哥他是確實... 沒口才 不...不講... 來... 你竟然把屈哥惹生氣了 但是我有話對康哥講 怎樣 就是康哥是真的很照顧大家 然後有一次呢 他就在群組裡面 就要約大家去烤肉 好 然後就是烤肉還是吃飯 然後他就說大家帶一道菜 然後每一個人都很踴躍的說 好...大家就分配 然後再帶一瓶紅酒 結果那個舉大概是九月的時候約的 是 後來整個大家都不講話 就銷聲匿跡了 因為是康哥約的啊 然後康哥好像時間太... 邰哥 香蕉還有嘛 香蕉我就吃完了 因為我忘了這件事 我是不是有約你們這樣 有...在群組裡面 好 不好意思...我忘記... 下次要記得好不好 好 對不起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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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來啊 你忘記了 你要不然你不來就退出 怎麼忘記了 好...回去坐 沒有關係 你們真的死定了 真的死定 不會... 他們真的好... 這以後不要再來這邊了啦 那個明天你收工回家 我在人家樓下等你 那邊... 找我吃飯嘛 對...你上去 來 下一封來 還有... 這麼多啊 真的嗎 越老通告 能偷懶就偷懶 好狠喔 沒有狠啦 太怕在便宜圈中 地位被搶走 專門傳授歪門邪道 誰啊 誰這麼狠啊 不論啦 年紀一大把 偏要學年輕人穿潮牌 對啊 對啊 很明顯 那不應該啊 我不潮 我還穿局褲來啊 我不潮... 這個控訴對象 台智遠先生 真的好過分 你這樣講啊 這個到時候講的是 自自絕累 這真的 真的 真的 自自絕累 自自絕累 互相攻擊起來 真的有人想把你弄掉 已經過分了 對啊 覺得台哥有在現場 能偷懶就偷懶的請舉手 怎麼可能 沒有台哥偷懶 因為他的工作很忙 所以他有時候會比較累一點 他也不算偷懶 他就休息 他稍微休息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而已 對 我最常的意思就是 瞇到節目已經開半個鐘頭了 他再瞇 他再瞇 那他有傳授什麼歪門邪道嗎 沒有啊 沒有 都是很好的哏 都正當 我這一個就是正氣凜然 是... 我就是叫他們先把 真的 對是這樣 那年紀一大把 為什麼這個潮牌穿成這個樣子 我沒有潮牌 你那鞋子還不穿 你那個鞋子 我的天啊 那太空人穿的 那錢一下就買了 還真的穿著算年輕的 對 那指控者我們同樣的 要告訴你們 什麼 是誰啊 太過分了 他是不是也會有 外來的人指控 有可能 有可能是外面的 要不然就是做現場 我想就是什麼山豬啊 或是什麼異想之類的 沒有 我們絕對不會做這種事情 來 控訴者大根 對 你這樣說不對 他有一個徒弟啊 太好了 師傅 你聽我娓娓道來 先跪著 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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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講那個 他什麼時候偷懶 他沒有偷懶 他的錄影都是很正常的在錄影 他不偷懶 他傳授你什麼歪門 他傳授我的都是一些 正氣歌 他那邊有 板杖世中生的 雜然負流行 這兩個怎麼偷懶 那他穿潮牌惹到你 沒有 只是他今天耳環是跟我借的 不是 他今天耳朵扣一個耳環 然後穿潮牌是跟我借的 沒有 這耳環是因為 他來的時候戴兩個耳環 對 戴兩個耳環 我說你這樣戴兩個不好看 你幹嘛穿耳洞 不是 因為 他比較喜歡年輕 那其實沒有惹到我 沒有 他只惹到是那個潮牌的老闆 沒有 我們把整個牌牌 先進去拿10萬 對不對 所以他 剛剛我們講的這些東西 你都 前面倒沒有 沒有喔 我不可能這樣講啦 真的嗎 不承認就對了 我們來看真面目 來 製作單位與大哥瑞稿時 借機套出他對邰哥的不滿 他到底會對邰哥 說出什麼心理慣呢 你看你這邊還有跟邰哥見面嗎 錄影比較少 因為他工作沒有那麼多 就是需要人家 人家渡過這個時間 不然他只會再走 大哥 你這句話是想去愛會嗎 他看我身上穿的 就是有些贊助的那種 然後後來節目就幫他 租的一個衣服 然後吊子就很長 然後他就很生氣 人家贊助你不用 為什麼馬上我入安倫 沒選到跑 一氣之下就把他剪刀 把他掉牌剪掉 這也我買了 他能偷懶就偷懶 我們去出外景 他有一個遊戲 我們去玩密室套裝 他本來就是要 才可以拿到那個獎勵 他獎勵用凹的 不然說你 你可憐一下我老人家 我沒有節目了 狡猾 小心眼 偷懶 勢力 賣國 這些通通都有 我看你很會講 邰哥 這可是你教出來的好徒弟 這個嚴重 邰哥 邰哥 詩門不秀 對啊 會不會怎麼會我來一場 算你怎麼講話 是不是 怎麼還有賣國 怎麼還有賣國 我講了嗎 賣國 我們一一來澄清一下 好 賣國先澄清一下 不是 是 邰哥長得像賣國賊的臉 就漢奸 漢奸 就是他有在講一下 他就是吳三桂 引清兵入關的那個 吳三桂 吳三桂 他是清兵 他不算吳三桂 清兵嘛 清兵對不對 請問一下 你說他出外景跟人家求什麼東西 不是 就是我們玩遊戲 捷琳也在 我在 就是我們玩遊戲要公平 但是他就想說 他想要快快結束 又想要贏 所以他就是在贏 可以拿一個獎品的時候 他故意跟他說 我是老人家 你多給我幾個 然後人家說好 那多給你一個 他給人家抓一把 他就是偷懶偷雞 然後不然就是錄影睡覺 他剛剛說他錄影 錄半個小時之後才開始要錄 因為前面在睡覺 那一集剛好是我在 我們全部人拉過去看他睡覺 後來也沒關係 過了嘛 有一次是開錄了他在 就是我已經開錄了 開錄之後他開始睡覺 台哥你好功力耶 不是 這個不是這樣講 就是說 因為在開錄嘛 你們兩個在講話 講完那鏡頭 是不是拍給你們兩個 是 對不對 那你們 你們就講你們了嘛 那我沒有睡啊 不是這樣 我是眨眼睛的時間長了 他以前還會生氣 就之前在大檔的時候 他演好伯伯 他就在燜鍋裡面 然後大家就是 他講完話嘛 他一場講完話 然後郭哥在講話的時候 大家都聽到 沒有... 沒有...那個不是我 然後大家就在找說 奇怪 這聲音哪裡來了 大家看一看 看他燜鍋裡面有一個人睡著 好伯伯睡著 沒有...那個真的是節目效果 做戲 做戲嘛 然後郭哥就叫他嘛 好伯伯你是不是睡著 你還要講多久啊 好伯伯 其實那段很好笑 我只能講出一個事實 然後可是他就發揮他腦袋 偷... 好 不講... 他最後就說 侯伯伯一把年紀 為什麼不能睡覺 侯伯伯已經九十幾歲 你這個時間要睡覺了 對啊 他就有合理話 沒話 我希望你們今天把這些話 記在心裡 深深地扎在心裡 好 來 下一題 怎麼會這麼多呢 他們... 他們討厭你們 討厭的料死 以前被藝人之態 逼新生代藝人喝酒喝到掛 回不了家 真的假的 誰啊 婚後變得超無趣 話題講來講去都一樣 這麼嚴重 聽超膩的 請看 瑪利歐剛剛不是還在炮轟 對面那些新人 現在竟然要控訴康哥 料理不一 這樣對嗎 那康哥他這樣 以前剛才才沒結婚 那就是 都是講男孩子事情嗎 怎麼樣怎麼樣 他這樣大部分都講小孩 那就首先 你看 多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 問題是我們還沒有小孩嗎 對 那我們還是要說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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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就這樣 什麼就這樣 看你平常康哥康哥的叫 私底下的抱怨 原來這麼多啊 可是跟他喝酒 你說一般人都是 比如說一般人都是 來敬一下什麼 他就是 他直接叫你 他直接說 瑪利歐在那邊幹什麼 來 過來 然後公兵就拿起來了 好 來 喝酒 上次跟他 跟你們出國 那個時候去香港 在中正機場就開始喝了 誰有這樣的本事啊 因為你不好意思拒絕他 他就是 再來 你可能沒有跟我們去一塊吃過飯 我們去吃飯 康哥是全部站起來的 對 康哥 我在想說 康哥應該可以選加一些 演藝什麼什麼 演藝公會會長 演藝公會會長 康哥 你聽到了嗎 原來在瑪利歐心裡 你就是這樣的人啊 不是 瑪利歐 這個還好 不是 因為 我解釋一下 其實啊 他們有經過簡潔 斷章取義 不是 就跟像記者一樣 我前面有鋪陳很多的 不是 聊小孩子這樣 因為你們的私生活 也沒有我當年精彩 我怕講出來傷了你們 因為跟你們聊聊 我就覺得你們好無聊 對... 我就就是講一些小孩子 讓你們平息 開心嘛 我們不能跟康哥比 我們跟康哥比起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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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是這樣 報紙 報紙是說你有新聞性 是這裡 對... 你有新聞價值 天天都上版面 你說我偷的你喝 不是 因為大家在聊天 對 那是被我看馬力又一個人 在旁邊無聊 欸 怎麼會這樣呢 你喝了這一杯 下杯不知道在哪裡 你還是喝吧 是不是 我也很感恩啦 我也很感恩 那中正經常那是 我都不曉得 我都不曉得 你的飲酒習慣是這個樣子 對... 就是Check in之後 就開始... 就開始喝了 那... 那是開心的旅程嘛 對... 我們第一次這樣 我們會很吃力 我們會很吃力 帶著你們出去走走 見識見識 對... 那天我已經手下流行 平常我是喝威士忌的 對...那天是喝啤酒 謝謝學長...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是球粉叫我去買的 對不對 還有的 還有的 好會顧慮對方的感受 硬逼吃東西 根本是女藝人殺手 對... 假借前輩之名 在演藝圈中 到處尋覓小山 尋覓小山 尋覓小山 這個是不不好的行為 私下零水準 放屁不看場合 硬要別人說很香 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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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殘年... 林柯喜... 來... 講到第三點 我就確定是您老人家了 對 我跟你講放屁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我們這個年代 有一次趨勇恨 我們要錄影自己 他跑到這個布景後面去放屁 我們在那邊聊聊 不是 多大聲啊 這個沒辦法 你怎麼能控制大小聲 那個屁啊 那會大腸癌啊 我會扁你 對啊 放屁OK啊 這是... 日常期嘛 那尋覓小山是怎麼樣 日常期嘛 日常期嘛 你再解釋一下 你在說什麼 邰哥怎麼會這樣 你要讓我知道為什麼 什麼叫尋覓小山 小愛 我 你為什麼要講 小愛怎麼會這樣 沒有 你這麼好耶 剛剛還說邰哥多照顧 怎麼樣 那怎麼可能是我啊 因為邰哥對我這麼好 而且絕對不可能啊 就是啊 你常常帶我去吃東西 這種事絕對不是 逼吃東西 是不是 逼吃東西 那就有可能啊 那就是你了 人家帶你去吃東西 你說逼吃東西 沒有 你吃的是 我都吃了心甘情願的 而且我吃得很開心 逼你吃香妖然 這個是我說的 好 沒關係 不承認是不是 我覺得比較恐怖的是 是借前輩之名 到處尋覓小山 這個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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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槍斃啊 應該這樣 對 我已經結招 OK 這個要都可以上法院 這樣這不行 對不對 這個是 來 看嘴唇 下了通告後的小愛 會被特派員楊昇達 套出什麼話咧 邰哥真的是很誇張 你知道他每次就是會約我 然後我就說小愛 你要不要來運動 然後我就說好啊 然後結果我就去 我真的走到那個樓梯的轉角 然後邰哥就從面前這樣子 這樣子走過來 然後他說 小愛 先不要運動 我們先去試用一下 你知道邰哥每次都點很多東西 是一大盤的那一種 而且他還故意 我一定要吃完 如果我不吃完 不准走耶 哇塞 我覺得邰哥 真的就是你一人的殺手 邰哥請你吃飯 還要背你嫌 真是給你臉 不要臉啊 我們不是就是一跟邰哥去日本嗎 然後日本人啊 因為我那時候就穿了那個和服整套 然後那些日本人就說 可愛 但是怎麼長得那麼像小三連呢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邰哥每次看到我 他就是看著我說愛吃 他就這樣 愛吃 真的很像小三連 可愛 他會這樣 講這是什麼意思 是 我在想說福爾堂哥是 寄於我的美色很想抱歉 才會覺得 愛想起 然後他問你要不要運動 沒有應該不會 沒有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邰哥是個小弟哥囉 你自己當著他的面 好好說清楚 怎麼可以這樣講 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不是 你開玩笑就算了 這是嚴重的指控 這是嚴重的指控 可是小孩剛剛講的我聽起來 好像滿像正的 叫你小三你就給 不是 邰哥怎麼這樣子 怎麼這樣對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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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跟你講 那是換我應該解釋 你應該解釋 應該解釋 剛剛是講什麼東西來的 小三 小三 那是因為在日本 在拍節目的時候 然後那些日本 包含男生女生說 愛講可愛捏 可愛 有沒有 然後就叫愛講 那我們覺得愛講 實在是這個名字很可愛 愛講 可愛捏 這是一種 剛剛是DVD的那個片段 對 這就是一種 節目效果 OK 對不對 你不練習 你都亂講 我亂講 上節目怎麼講 你都亂講 可是你臉還真的小三年 對啊 對 不是邰哥 就是我每次去錄什麼 網路節目 然後邰哥在私底下 跟在錄的時候 每次就會這樣一直看這種 小三年 愛講 然後就 愛講 邰哥 健身 跟健身 我是跟他講 我說你這樣 你要注意自己過小 或過胸膚的 其實你真是小三年 真的啊 像那謝傑林演小三 他就不像小三 他是狐狸精臉 對 狐狸精臉 而且真的是這種 那種 靈異傳奇裡面的狐狸精 真的有味道 真的有小三年 真的有小三年 我不覺得他小三年 那他小四幾個 小二 但是有一個真的吃東西 這個邰哥真的很誇張 真的 非常的誇張 因為他每次就會 一直約我去運動 但是我真的是 東西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滿心期待要去運動 我就是剛走下那個樓梯 然後邰哥就走上來 不是 因為他走下樓梯時間 太久了 對 我們剛運動完 那你來那麼晚幹嘛呢 對 哪有你 我早上 早上十點下午 兩點去 你也都說要吃飯 然後每一天 早上十點吃一個早飯 對 下午幾點 四點 兩點 兩點 下午吃午飯 對啊 對啊 正常 很合理 因為我們以前 這個前輩帶我們出去吃飯 是一種榮幸 對啊 看不起你 我們前一天就到了 不是 就是我重點 是要去運動的 不是要去吃東西 我去就是要瘦身 不是要增肥的 那你就明講 怎麼會這樣 就不要講 沒有肥怎麼會瘦身 對啊 那人家先肥才會瘦身 就是啊 邰哥因為我吃飯 我一定到了 沒有啦 那明明就已經說人家賣國了 對啊 不是 我說長得那麼好 沒關係 這個指控我們也接受 來 下一張 總該輪到你啦 恭喜... 我做人沒那麼糟糕 到底有幾幫啊 憑台島的頭銜 錄影只准自己睡 別人不准睡 極度挑剔腳本 劇本不合他意 就羞辱工作人員 來 請看 誰啊 不知情的瑪利歐 竟然連邰哥一起罵進去 究竟在工作人員的誘導下 他會說出什麼驚人之語呢 他對自己比較快一點 當然他的問題已經是那個 他是節目的一個導演 知道 戲劇知道 他可以睡 他大概下午大概都是 大概三點鐘 三點鐘 四點是最嚴重的 然後快點他嚇醒了 他嚇醒了 他嚇醒了 他說 我早就知道你們在旁邊 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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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拍得要死了 他 我知道你們在旁邊 瑪利歐 你這麼激動是怎麼一回事 你現在還有臉 坐在邰哥旁邊嗎 邰哥其實他是導演 他是 我想說他是戲劇指導 劇本 他沒有說OK 就不能演 好 製作人就是寫好給他看 讓他看看 亂寫這誰寫的 其實講那麼多是 節目上我不能講他雞 其實他就是個雞 瑪利歐 誰也救不了你囉 邰哥接下來 就直接招給你處理他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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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嚴重了... 嚴重了你啊 嚴重了 嚴重了 你先說 誰啊 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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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兩個字都出來了是不是 是不是 怎麼會這樣子呢 沒有... 沒有 他不是... 他這個我聽得出來 他對我是這個相當景仰 我知道 他是就是刻意要這樣子 製造這樣的一個效果 是... 是刻意的吧 對 其實都是東西你安排好的 對 是不是 邰哥你今天來真的是 我們三個看了 對你都不捨 不捨 對 你對他們這樣子 他們竟然這樣子對你 沒有... 沒有...我這邊呼籲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最近在電視上 還看到這後面三個 多看兩眼 因為接下來就不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情了 好不好 好 這個 冰醒你們今天晉升大哥了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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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恭喜... 恭喜... 謝謝 ât 你